金爷爷是我爷爷的老朋友 他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在穿着方面是比较讲究的 衣服旧了和过时了的话 他是不会穿出去的 因为这个他的儿媳妇 没少在亲友面前抱怨过 说老头子年纪这么大了 还讲究穿着 是不是有什么花花长字哦 听到这些话 我们这些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劝他儿媳妇 说老人年轻时生活艰苦 吃不饱穿不暖的 现在条件好了 他爱穿新衣服就给他买嘛 你们家里又不缺那几个钱 话说今年春节前有一天 金爷爷的儿媳妇又遇到我妈妈了 他乐咨咨的告诉我妈妈 金爷爷今年可省油了 他说看到要过年了 想到老爷子这个特殊的爱好 为了让老爷子乐呵乐呵过个年 金爷爷的儿子就问金爷爷 说老汉啊 马上要过年了 我给你买两套新衣服 你要什么颜色的就给我说一下嘛 哪知平时听到买新衣服 这喜笑颜开的金爷爷忽然就来了一句 说买个球啊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穿新衣服了 他儿子很好奇啊 就问为啥呢 金爷爷有点烦躁的说 我不穿就是不穿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就因为这个事儿 把他儿媳妇给高兴的差点找不到北了 我妈妈回来给我们说起 还直摇头 说金爷爷年纪那么大了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过一年少一年了 穿穿新衣服又怎么了 总之我妈妈说金爷爷这话有点不太吉利 春节后我爷爷去金爷爷家里玩 他回来说金爷爷似乎脾气变得很怪 他给我爷爷说自己的儿子不听话 都说了春节不给自己买新衣服的 他还是执意买了 金爷爷气呼呼对我爷爷说 金一衣服是他儿子给他买的砖火 我爷爷还说金爷爷乱说 结果今年四月份金爷爷就去世了 我爷爷说看来老金之前说的是断头发啊